躺在沙漠中央的巨大箭头 会是外行人的节奏吗 打开谷歌地图 输入这样一个坐标 映入野莲的是一个箭头形状的地标图案 再来输入另外几个坐标 出现在屏幕里面的同样也是类似的箭头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地面上 这些箭头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它们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些箭头位于美国 从旧金山横穿整个大陆 来到最东边的纽约 每隔大约15英里 也就是24公里左右 就会有这么一个 算下来一共有好几百个 它们有的直接暴露在山坡上 有的则隐藏在灌木丛中 要不是被一些徒步爱好者 再偶然间发现 这些统一都指向了 太阳升起的方向的箭头 不知道还会要埋藏多久 是外行人搞的把戏吗 当然不是 它们是美国政府修建于上个世纪 20年代 专门为了帮助飞行员找到航向用的 就像我们今天自己开车 已经习惯了用导航软件一样 如今的飞机呢 依靠的也是卫星定位 来进行精确的导航 前段时间 大家不是还热烈地讨论过飞机的盲飞 也就是仪表飞行吗 飞行员在起飞后 就可以根本不用看外面 只需要盯着各种仪表飞行就可以了 当时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条留言是 既然飞行员都用不着看窗外了 干嘛烤飞的时候还要对视力要求那么高呢 简直就是灵魂靠门啊 不过这事要是换在100年前就非常关键了 在没有微星定位 没有惯星导航 没有无线电信标 甚至连磁罗盘都还没有的早期飞行年代 飞行员真的就只能去靠看地面上的地标 来把自己带向正确的方向了 比如某个地方特征非常明显的大山 湖泊 高大的建筑等等 很像我们现在在玩地下越野中所干的事情啊 诶 但这里呢就有一个问题了 夜里面怎么办 白天可以靠看 夜里面难道靠柴吗 当然不行啊 那个时候即便是白天飞 都会因为导航图不够精准 找不到地面参考物 而发生偏离航线 最终坠机的严重事故 导致开飞机的航空邮件快递员呢 都成了一个高危职业 统计表明啊 大约每飞行900个小时 就会发生一气坠机 来看一个作为对比的数据啊 截止2021年1月 中国民航已经实现了8943万小时的安全飞行记录 接近前者的10万倍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啊 当年的飞行员是多么的危险了吧 于是在美国刚刚建立 从西海岸到东海岸的航空邮件业务时 他们是这么做的 一大早 装满邮件的飞机从出发地起飞 尽可能的能飞远一点就飞远一点 一直飞到太阳快要下山 就该找一个机场降落了 夜里面呢 这架飞机上的邮件 会被转运到一列火车上 用火车也是尽可能的 再把它们往目的地的方向多拉一点 到了第二天早上 这些邮件呢 又会被装到另一架飞机上 起飞继续赶路 使用这套系统啊 一封从旧金山发往纽约的信 最少也必须要花上79个小时才能够到达 比全程用火车的108个小时 其实快不上多少嘛 于是时任总统沃伦哈丁呢 不乐意了啊 威胁美国邮政 哎 你要是不能再快点呢 我就要给你砍预算了哦 美国邮政一听 砍我预算 这怎么行呢 那 那 那我就 现在想办法 哎 对了 要是我能全天候飞 不就能把它解决了吗 但全天候飞 就都要解决夜间的导航问题了 其实别说夜间啊 此时就连白天的导航 都经常要出点问题 既然这样 我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沿着旧金山到纽约 在地面上 给飞行员们 专门建造一个指示系统 好不好 哎 这个呢 便是我们在一开始看到的 那些巨大的箭头了 为了在夜间也能使用啊 在每个箭头上 哎 就是在这个正方形的位置上呢 其实还都配上了一座 15.2米的高塔 塔顶有一盏高亮度的燃气灯 旁边还有一座小屋 来专门为它供气 只不过时间久远 再加上二战时急需金属 很多的灯塔不是被拆 也是被毁了 就只剩下一个 孤零零的水泥箭头了 有点可惜啊 哎 但你别说啊 这个箭头系统呢 一经启用果然见效明显啊 整个东西线的航运时间 缩短到了35个小时 同时还附赠了运费下降 事故减少等超值大礼包 可谓是一笔非常划算的投资啊 吃到这个甜头之后呢 美国政府来劲了 他们甚至已经动念 要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 修建一条浮动版本的箭头袋了 想想那应该会非常壮观才是啊 但最终雷达和卫星技术来了 他们立马就把物理的箭头标志打进了冷宫 同时在二战时期为了防止引狼入室呢 一些之前已经修好的海上标志也被拆除了 箭头袋就这样 逐渐在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 好在总有那些善于发现的徒步则 好了 我也很喜欢徒步 还很好奇万物 所以赶紧关注我 让我继续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 讲给你听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